找到真我 灭盘寂静 我们要懂得无常 要学会无我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东西是长久的 要学会没有自己 要无我 你才能真正地做到有我 而这个我是宇宙般的我 那是真我 不是一个假我 师父教你们学佛 不是这个人间有肉体的我 而是真正的无我 是像宇宙般宽广胸怀的 原始的真我 最终 我们才能达到灭盘寂静 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想的时候 他就没有痛苦了 当一个人真正放下的时候 他就没有痛苦了 他才能做到 灭盘寂静 也就是说 人真正的归宿和原来的一样了 师父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 师父想到很多 我想到 周先生在痛苦之余 他会带有绝望 因为他根本放不下 他过去跟我说 他想通了 我看得出来 就是包括周太太 他说想通了 我也看得出来 人就是这样 不到真的时候 无奈的时候 他总是有一种生存的希望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到 周先生等到要走的时候 他会慢慢地承受这些痛苦 慢慢地看见自己心爱的人 慢慢地看见自己的房子 看见一些东西 即使舍不得 但还得要走 痛苦啊 等一走掉 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了 师父想到了这些 就很可怜他 我就求观世音菩萨 再慈悲慈悲他 但是这个慈悲 也是建立在他过去的功德上的 因为在老电台的时候 他为了帮助筹建这个东方电台 那个时候 他是真的付出了很多 这就是他的功德所为 才造就了他现在有这个缘分 师父才能再帮他求 但是 如果你现在的功德不够了 如果以后再碰到这些事情 师父再帮你求 可能就没有这个缘分了 道理很简单 不要吃老本 要立心功 立心功就是多做功德 对不对啊 你现在吃老本 还吃婚 你一定要痛改前非 痛定思痛 师父在写这些东西时 很难过 我们一定要懂得 佛菩萨是智慧的象征 如果你们每一个人有智慧 你们就是佛菩萨 你们要对人间的一切 都认为是无常的 什么事情都是假的 没有长久性的 人间的一切都是苦的 都是无情实的 知道什么叫无情实 就是没有情感的意识 如果你们带有情感的意识 你们就会受到伤痛 要用真正的大爱 而不要用情感实 明白了吗 夫妻在结婚之前 好得如胶似妻 死的时候痛苦万分 这不是你自己在痛苦吗 很多人在还没有死 就痛苦万分了 为什么 因为离婚了 对不对 孩子也是这样 夫妻也是这样 要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都认为是 没有情感的意识 即无情实 就是无我 自然界是归于复始 因为自然界的宇宙空间 全部都是归于自然开始的 举个简单例子 唐山地震了 整个唐山都没了 重新造出一个新的唐山 对不对 一个人从小长到大 最后死了 重新再投胎 又出来一个新的人 对不对 一切都是这么轮轮回回 周而复始 师父今天给大家讲的 都是人间感情的事情 师父本来都是给大家说佛法的 因为如果今天 不能把周先生劝醒的话 就会是两条人命 我心里很难过 今天总算让他老人家 能够醒过来了 他马上就有救了 只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菩萨一定会救他的 他不相信 那就救不了他了 现在 他吃医生开的药 拼着命的 好好念经修心 过几个月 指标一定会降下来的 师父希望你们一个个 把自己身上的毛病克制住 把自己身上的孽障 去除掉 每个人都好了 师父多开心啊 你们知道 师父今天看到周先生 他们俩 答应我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有多开心 师父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你们明白吗 想一想 一个配偶 一对夫妻 一个孩子 所有人跟人的感情 都是来之不易的 要珍惜啊 要控制啊 师父天天给你们讲 月月讲 年年讲 给你们讲 就是教你们要学会克制 要知福 要知足啊 都不容易啊 师父很知足 东方电台 节目做得越好 听的人就越多 就算是 有人听其他节目 也是很精彩的 很多人 就是听了师父的广播节目之后 才开始 学佛修心的 师父今天 给青年团的人讲 也是在拼命做功德 功德 其实是争来的 很多功德 真的要自己去做 不做 真的没有功德 如果没有功德 等到灾难来的时候 你们就无法躲过 逃脱 所以该做的 就要做 而且要抢着做 不是叫你们 人和人的关系 抢着做 而是让你们做 利于众生的事情 利重 才能利己 学佛做人 就是要克制自己的脾气 改掉身上的恶习 恶习会转化为恶气 身上恶气缠身 何来好运可言 犹如身上病痛缠身 何来健康身体可言 用知足来开悟 用慈悲来化解 人间一切烦恶 学会真正的生活 每一天 是给你人生的 新希望 是给你走出 六道的 一个力量 我们每天想想 我今天做的事情 是在六道中的吗 是否 还会在六道中 轮回呢 上班 回家 交友 学习 在人间的一切 都要用佛法 来严格要求自己 人生 才不会有偏差 否则 真会失去人生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珍惜生命 珍惜时间 珍惜会命 做一个人间的菩萨 在人间 就过着菩萨的生活 用菩萨的智慧 救度自己 救度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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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